喝第四口 真的喔 剛剛老闆娘還有特地過來 教我們怎麼喝 所以要先喝三口湯 然後再吃肉 再喝第四口湯 然後再吃飯 就是有炸餐的感覺 對…來…豐田先邊喝 先喝一口湯 對 來… 老闆說他們沒有人工味精 所以第一口一定會比較淡一點 他有說就是牛奶是先另外一個煮 餐頭真的是比較走清淡 然後就是蔬菜的回味的甜味 第二口 第二口 還是你二跟三 二跟三 你先喝完三 他說第三口 第四口 最後味道就不一樣了 好 來... 因為這個是沒有加任何什麼 甜加物的東西 你剛剛是不是講過 所以你為什麼重複 你講一樣幹嘛啦 還沒有變化 四口 沒有 他先吃一口肉 吃一口肉 最後第四口 舒服 肉很舒服 而且咬一咬 就是文體牛醉油的那個甜味 會跑出來 接下來第四口到底會不會變成 法餐的那種湯 我要開動 甜 好大聲 不一樣喔 可能是嘴巴裡面 留一點肉的那個甜味 反正味道不一樣 真的是有一層一層來 就是那個肉甜跟湯 蔬菜的甜溶在一起 你先上三層樓到第四樓 因為它肉好好吃 它的嫩跟我們平常吃文體牛 那個嫩又不太一樣 它是有點像那個圍化開 可是你又咬得到肉絲 它是牛油比較大一塊 就有帶一點膠質的感覺 吃不宜遲 喝第一四口 真的喔 有點像洋蔥濃湯 它的味道又是 混合著牛油一起 好酷喔 是我沒喝過的牛肉湯的味道 真的有比較 肉汁的那種甘甜味 比較出來的感覺 牛的肉燥飯 它的做法是 有一點帶有八角的香味 比較多一點點 它不是走那種肉汁很多的 它反而是牛肉的那種肉燥香 好吃耶 一講我就懂了 它很像把很大塊的那種 滷牛肉切成小塊的肉塊放上面 醬料是有一點 帶有一點醬油的醬香 我覺得它八角有加滿多的 在你咀嚼進去之後 它還留在你的口腔 有一個香味 八角的美麗 我也喜歡 炒牛肝 像是有點炸過炒過 好香喔 撞人 撞人 而且它有點像起司 但是沒有那麼誇張 它那種口感比較接近 像鵝肝的那種 鵝肝的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它炒得火候太好了 它一點點的帶果粉 但是它把那個醬香味 整個都跑出來 然後融合了特有的那種乾的香味 醬汁呢 就是帶一點那種甜味的 我可以耶 很好吃喔 因為我很怕那個有一點粉味 可是我覺得它加的那個果粉 會讓完全不敢吃乾的人 完全可以接受 它的果粉一進嘴巴 你有一個錯覺 有一點像吃到鹹酥雞的皮 帶一點甜味的感覺 它裡面的那個嫩度 跟那種多汁的感覺 真的有一點像鴨肝 可是流出來的是牛的香味 牛肉湯來了 然後再吃個肉 吃個肉然後再一口湯這樣 開動 回來了... 我在台南 Wendy牛才用的那個 甜味跟那個口感 它那個牛肉 好像又跟我們之前吃的 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的那個湯頭的甜 有幫助到牛肉讓它更嫩 是真心在很軟很軟很軟 就是在你舌頭這樣 這樣子舞動的感覺